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為各位開箱介紹我們這個 Carbon Base 所推出的這一顆LS 彈斗 那隨著我們這個時代不斷的在變 科技不斷的在進步 當然我們這個彈斗也不能輸啦 所以這一顆彈斗 到底有什麼特別或是說進步的地方 我們今天呢也準備了 這一個傳統的這種簡易絲彈斗 來去做比較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彈斗 究竟 哪裡不一樣 好那我們就馬上呢 打開來 給大家看一下 好OK 那我們在比較東西呢 大家最care的其實就是價錢 就是售價這個部分 好這種傳統的簡易絲彈斗 他這樣單客的售價呢是200塊 那這種呢 我們這一顆BASE的這一個彈斗 LS 彈斗 他的售價呢是500塊 那中間呢 其實有一個 不曉得這個價差 那究竟呢 這個價差呢 他這個價值到底差在哪裡 接下來就為各位介紹 來去做比較 好看看 你比較適合哪一種彈斗 或者說你比較喜歡 哪一種 好 那 首先呢 這個BASE彈斗呢 我們從外觀 來去做比較 傳統的這種簡易絲彈斗 就有點像是 有人說他像切塊的香腸 我自己是覺得他蠻像這個尿壺 這個外觀的設計 那BASE彈斗呢 他這邊有做這個魚骨的設計 然後整個外觀呢 有點粗糙的 有點磨砂的這種效果 他太大顆了 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 彈斗蓋呢 這邊這個設計 也會像這樣子 一個是那種 很簡單 很像塑膠片的這種效果 打開給他看一下 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塑膠片 那BASE彈斗呢 他就是做這種 半透明這種材質 好 那這個是外觀上的差異 很明顯呢 就可以看出 哪一個比較帥 好 那講到外觀呢 就會講到我們這一個材質 材質呢 簡易式的這種彈斗呢 他其實就是一般的那種塑膠射出 所以你可能在使用上 不小心撞到 他可能就會破掉 或者是說 氣彈打到同一個位置 打太多顆了 他可能就會裂掉 或是破掉等等的 好 那 我們BASE呢 這種彈斗呢 他的 整個設計 他的整個材質 也比較相較之下呢 也會比較扎實 基本上 我們 盛興氣彈廠 廠內呢 都是使用這一顆彈斗 那用下來呢 我還沒有碰到 被打到破掉 或是說 被撞到破掉 的這種狀況 當然你不能刻意的用力的 往地板砸 往地板砸 不論是哪一顆彈斗 都會破掉 那我們 給 普通的客人使用呢 到現在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碰到 我們這一個彈斗 破掉的狀況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材質 是比較耐操的 好 那再來下一點呢 就是講到這一個 彈斗的這個設計 那 到底是哪裡的設計 到底差在哪裡 現在呢 我去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設計呢 我們講到最直接的 就是這個給彈速度 我們簡易式的這種 傳統彈斗呢 我們就是把子彈裝進去 然後呢 子彈從這邊掉下來嘛 那掉下來呢 他有可能會有兩顆 或是三顆 好幾顆卡在這邊的這種狀況 這種情形發生 那這時候你可能要去 搖一下槍 或者是說拍一下槍 他才有辦法 順利的落彈 那 這時候呢 不論你是在玩 或是在比賽 等等的 那其實呢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有可能呢 你今天就是想要好好的體驗氣彈 結果打沒幾下呢 我氣彈就卡住了 根本玩的就不快樂 那 這一顆呢 Face彈斗 他的落彈速度呢 就會比這個傳統的 這個彈斗 還要快 剛剛提到呢 他可能會卡住 那他的這個落彈速度呢 大概是 5 BPS 那什麼是BPS呢 就是他 每秒 會掉幾顆彈 那我們就是抓一個大概啦 因為呢 這比較難去做實測 大概我們在正常使用的時候 他大概 每秒掉5發 就是5BPS 那我們這個 Base彈斗 他的落彈速度呢 是8BPS 為什麼呢 他會比較快 就會提到我剛剛所說的這個設計 那這個設計呢 就是在這個彈斗裡面 有一個這個擋板的設計 所以才可以讓他 落彈的這個速度比較快 那我們現在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這個 這個擋板 這個軌道 那等於是說呢 我們把子彈 裝在裡面之後呢 他會順著這個 擋板 流進去 那 除了呢 單純 做了這個角度 讓他比較順利 快速的流進去之外呢 那也有一個 這個分流的 這種設計 所以呢 他7彈 掉進去 掉下來這個速度呢 會更快 就是多了這個擋板的設計 所以他落彈速度 Base LS這顆彈斗呢 就會比這種傳統的 減逸式彈斗 他的給彈速度就會更快 好 那再來呢 就是他們這個容量 他容量呢 這兩顆彈斗 傳統的減逸彈斗 跟這一個 Base LS的 這一個彈斗呢 他們可以裝的發數呢 都大概在 180發 到200發左右 看你的子彈的 這一個大小 那以17mm的 子彈呢 這個口徑來說呢 大概呢就是180發 到200發左右 所以容量是一樣的 好 那到底呢 哪一顆彈斗呢 比較適合你 是我們這一個 傳統的這個 簡易彈斗呢 還是這一顆 Base LS 這一顆彈斗 那當然你說售價的話呢 可能是 我們這一個 簡易的 傳統彈斗 比較便宜 但是呢 以CP值來說呢 我覺得 LS 他的這個 CP值更高 因為呢 綜合以上幾點啦 扣掉售價不說 第一個 外觀 再來他比較耐操 耐操之外呢 他的給彈速度比較快 我們打起來用起來呢 當然就比較爽 那再來呢 容量既然都一樣的 那我們為什麼不挑 更耐操 我們 用得更久 而且 玩起來更爽的 這一種彈斗呢 那 如果呢 你今天 只是想要價錢便宜 再來呢 你不心疼呢 他又壞掉 你壞掉了 你就直接丟掉 好那再來呢 在功能上呢 你可能也 不是那麼care 因為他就是最基本的功能 最基本的效果 那價錢呢 當然就是最基本的售價 你完全呢 不care 不在意 其他等等的因素 那你就可以用這種 簡易式的這種彈斗 那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你的彈斗 可以用很久 然後外觀又帥 那你當然呢 就不能錯過這一顆 Carbon Base LS 這一顆彈斗 好那 如果說呢 你對Base LS這一顆彈斗呢 有興趣 或者說任何問題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或者私訊告訴我們 當然也別忘了按讚 訂閱加分享 好那今天呢 好的介紹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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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